五月初本土疫情来得又急又快 尽管已经得到稳定控制 却还是对部分个案造成永久性伤害 万华茶室首批匡列染疫者 一名六十七岁男性 甚至连太太是谁都记不起来 就是在想法地方有一些白点 对就是说他缺氧的一些 曾经缺氧过的痕迹 新冠病毒不止攻击肺部 这名个案检查后发现 大脑出现血栓 右侧小脑 枕叶 孽叶等脑组织 都发炎 影响记忆力 最近一次回诊 又出现急性肾水肿 导致腿部有异常 还有就是一些其他身体的症状 个案病况严重 能减回一命都好不容易 五月有万华茶室活动时 入住集中检疫所隔离 突然血氧浓度降到剩百分之五十 才紧急送医 但发病已超过十天 无法申请使用瑞德西韦 靠大量抗凝血剂和抗发炎药物 顺利称过危险期 肺部这块来讲的话 就是它的纤维化并没有很厉害 纤维化这块它逐渐在改善 现在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脑部的附件 还有就是在观察说它脚的水肿 肾上的损伤的部分 时已忘了太太让家人好紧张 个案脑伤症状属于不可逆 无法百分百痊愈 只能靠后续复健治疗尽力回复 三类信用黄星辰增加 宣特别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